三级警戒期间 全台饭店六月份的住房率一片惨淡 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 撇除离岛三线 本岛以花莲县受挫最严重 全线饭店整体的住房率不到1% 净陪莫作 苦撑两个月 索性全台疫情警戒降级 八月份开始 花莲住房率已经回温四成 等了好久 警戒终于降为二级 饭店高档自助餐 也出现游客席家带卷大快朵頤 环顾餐厅四周 虽然相较疫情爆发前 人数还不算多 餐桌还是有不少空位 不过对比六月惨淡的模样 省意已经有很大的起色 目前六月的住房状况来讲的话 我们是不到一成的住房率 那时候是因为在疫情期间 大家都会有一个 尽量不跨县市的一些活动 疫情爆发以来 民众出不了国 业者转型主座国履市场 不过五月本土疫情爆发 全国防疫警戒升至三级 这些度假饭店订单瞬间暴跌 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的统计 撇除离岛三线 六月三级警戒下的住房率 本岛以花莲最惨 以0.78%垫底不到1% 花莲是一个以观光为主的地方 那其实在疫情警报之后 县府把蛮多的水域 场馆全部都做关闭 那其实也没有观光客来 那这个状况的话 确实在六月 我们的实际住宿率是5%以下 苦成两个月 业者把希望寄托在这一次降级 寄出多项优惠活动 要来刺激住房率 在八月的住房状况来讲 那有陆陆续续 已经提升到 目前大概四成左右 业者现在只期望 五倍劝能够赶快推出 增加民众外出旅游意愿 乘胜追击 八月好不容易好转的住房率 解花莲组合报道